中華民國 我們終止了中華民國與所羅門群島的邦交 對於鎖國政府跟中國建交的決定 我們要表達強烈的遺憾與譴責 過去幾年 中國一再透過金錢 政治上的壓力 打壓臺灣人的國際空間 我們也要給予最嚴正的譴責 好 各位媒體朋友晚安 大家辛苦了 那麼 蔡英文總統今晚透過這個機會 就在剛才 這幾年來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中國正透過斷我邦交國的方式 和各種加壓的手段 打擊臺灣的民心士氣 迫使臺灣接受一國兩制 相信 兩千三百萬人民的答案都是不可能 臺灣超越政黨 雖然榮獲對兩國關係有不同的看法 但不接受一國兩制 是臺灣最大的共識 中國的舉措 無論是針對軍購F-16展開報復 或者是為了香港反送中事件 移轉焦點 都不會影響臺灣人民的信念和團結 這段時間來自中國的壓力 都會更大 不會更小 我們結束 那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媒體朋友辛苦了 謝謝 謝謝